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再介紹兩件事 神秘學都是相當普遍的 第一個我們叫做靈視 靈視的意思是 它不是正常的官能 它能夠透過一個神秘的官能 你看到一些東西 有些人說這個靈視是 在它的額頭上有一隻眼 這隻眼是天眼 開啟之後可以體會到 看到感受到一些 不能夠見得到 或者很難見得到的情況 這包括有些人說就是陰界 陰陽界 有些人說就是很遙遠的地方 甚至乎是古代 有些差不多去 幾百年或幾千年的事物 有些人說是可以看到未來的事物 有些人說是在將來 一年或十年或一百年之後發生的事物 這方面 我們在神秘學來說 都是為了解釋 但是古往今來 這些例子實在太多 很多 我們統稱為靈視 在中國 在西方 在其他地方 印度等等 都相當多這樣的說法 是否事實呢 我不敢擔保 或者百分之一百準確 中國人有所謂陰陽眼 很多人說自己有陰陽眼 這個眼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看到陰間一些事物 或者人民 有沒有陰間呢 事實上是相當之難以解釋的情況 當然 相信人們都認為是會有的 甚至乎 有些故事 有些所謂超現實的故事 甚至說到 他可以看到一些所謂靈魂 或者叫做鬼 在樊間裡 在樊間裡 最有名的鬼故事 就是 有個人可以看到 有些鬼 走去用道理 去拿一些叉燒 這個說出來 相當恐怖 但是小時候一想 這是一個謊言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一個靈魂 靈魂 對陽間的食物 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是沒有美國的 靈魂的 所以 只能夠感受到 氣熱 所以要點香的 要繁製的 他們是無形無影的物體 所以它只能夠 享受無形無影的香味 或者繁製的煙 這個是繁製和點香 點煙的來源 也是人類的一個 體會 一個很樸素的 秘密辨證法 好了 陰陽眼看到的鬼魂 是不是實在是真的呢 有人認為 可能是一種幻覺 因為人的腦海裡 最初的結構到現在 是相當之複雜到 是不能夠完全解釋得到的 那究竟這些形象 或者知識 是它的腦海裡頭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 它的記憶呢 或者呈現出來呢 這個呢 也是一個相當 很神秘的 意思來的 有人說到 這個陰陽眼 或者這個靈視呢 可能是在夢中發現的 那 人的發夢呢 是一個很奇妙的 現象 每人都會發個夢 但是為什麼 這個發夢 會是 成為了 科學上的一種研究對象呢 就因為 有些人 他們的夢境是相當奇妙 可能是去到 某一些 似曾相識的地方 而電影呢 都拍過很多次 他們去到 這場相識的地方之後呢 他們會在 某年某月 某日的過後 都會去到那個地方 那這地方真的 就是 只曾相識 他們在 實際的生活中 沒有去過這地方 就是夢境去過 而後來 為什麼會又去到那個地方呢 這個呢 真是 很難 演繹 很難猜渡 也很難解釋 好了 但是 零事裡面呢 還有一件事呢 我們可以兼講的 就是 我們現在所謂的民迷 那現在我們 在中國呢 這種 這樣的行為呢 是 很普遍 很多人呢 就 借助著 一些所謂 她有 聰明 的 人士 很多時候呢 叫她做民迷婆 多數是女人做的 這個呢 要有個考據 為什麼會 多數是 婦女 上了年紀婦女做的 好 那她呢 就會 在她們的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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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之下 是去 尋尋到 你要求 找的 已經死去的人 而且 那些人呢 是會 上她 她的 室 是 講出 你所問的問題 的答案 我呢 我呢 在 四十年前 呢 就 因為要寫作問題 所以呢 也是去 經朋友介紹 去 看過一個 我 訪問過一個 所謂 靈異的 文迷婆 但是 當我 詢問 這個文迷婆的時候呢 她 是 沒有 答不出我的答案 出來 我 會 被 驅逐 離開她的 住所 那 我只能夠說 她 是 一個 神棍 我不能夠 有其他解釋 但是 如果 我們 再細心想一下 假定這個被召喚的人呢 是 信 基督教的 她死的靈魂呢 是 暫時 棲息在 所謂 CIO 這個 所謂 陰間裏面 等待 最後 裁判了一天 到臨 決定了她是上天堂 還是下地獄 在這個情況下呢 她是沒有法子 亦沒有能力 被召喚出來的 所以呢 在 爺教的說法呢 任何這些 可以被召喚出來的 都是魔鬼 都是撒旦的化身 她化作你那個親人 而上來迷惑你的 如果她是信佛教的呢 更加沒有可能 因為她已經投胎 或者不投胎呢 她是中陰生的 如果她是藏長就夠說 她是中陰生的 一段呢 她也不可能 是應召的 她是身不由己的 如果她是 死得 不明不白 所謂認為勵鬼的呢 她在森林野嶺 的時候 也不能夠 有自由的身 是可以 接受到這個 文米的 女巫 或者男巫 的 夫人 如果她信佛教的話 如果她信佛教的話 更加 她在鬼門關之後 她喝了麻婆湯之後 已經忘記 一世的 生前的情況 你怎麼找到她出來呢 這個呢 也不能夠 成為她召喚的對象 只有人間宗教呢 可能 什麼都可能發生 民間的信仰也 可能什麼都 你只要相信 就什麼都可能發生 但是這些呢 是比較 虛無一些 也不能夠說 是很實在的一種 召喚法 當然呢 在西方來說 召喚法是一個 相當流行的 十九歲幾末 非常流行的一種 我括弧 是滿意 來的 當年呢 很多 的 幼稚人呢 都喜歡玩這個 召喚法 希望呢 真的召喚到一些 鬼魂上 跟他們交流 台灣現在呢 都是用了這個方法呢 來吸引 說可以帶你下去 陰間 走一轉 但是要撕 撕 蒙著眼添 這說法呢 又是 只有一個信字 你信呢 就什麼都可能 你不信呢 什麼都不可能 好啊 第二件事呢 我想說神秘學的呢 就是關於所謂的寧像 這種寧像呢 在西方呢 相當之難 大約呢 如果追究 上面有成 七千多年歷史 以上 就是兩支 木 或者一個交叉 木 他呢 拿著 之後呢 他會引導到那個 拿著他的人 持有的人 去找到呢 水魚 那究竟 有沒有這樣的靈驗方法 或者誰是在引導的呢 那在耶教的解釋呢 就是魔鬼 魔鬼的一種 所謂 略師小技 那果然是有人 試過用這些寧像呢 去找到水魚 另外呢 有些人呢 就說 你用這些寧像呢 去找到 失物呢 那這個比較一個 圓妙一點的說法 事實上有沒有呢 就是信者有 不信者沒有 好了 另外一種 所謂這種 靈異的方式呢 就是一個 一個 鐘擺 一個搖擺 是問一些事情 就是把一個 好像鐘擺的 鐘擺 用一些線釣著 然後呢 讓它呢 自動 在一個 運行 自動動動的 鐘擺的情況下呢 讓它自己動 如果它動得來 是順時針方向呢 它這個 答案呢 就等於 是 如果是信者 益時針方向走呢 它這個 答案呢 就等於 否 那究竟 是和否 是不是這樣 可以 判斷出來呢 很多時候呢 我認為 都是一種 心靈上的 自己安慰自己的解釋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相信 也有很多人認為呢 是相當靈驗的 甚至太多 知識呢 太多古人精怪的東西呢 是吸引的 今天呢 我們講了 以上這些情況之後呢 就 暫停 下個星期呢 我會繼續和大家講 關於一些 如是我問的 情況給大家聽 那我就會用 一本 大家看過的書 或者很多人看過的書 中日本 有大陸的日本 有台灣的日本 有英日本 有世界很多國家的 日本 的文學書 有些人說是兒童文學書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呢 裡面有很多魔法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希望呢 和大家繼續分享 好 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